年轻貌美的寡妇低身拾起落下的手帕 维俗的老头却死死的低日寡妇的亮点目不转睛 寡妇狠狠瞪了一眼维俗的老头 可眼下寡妇的丈夫死后 那些贪恋寡妇美貌的人变得越发肆无忌惮起来 就在几天前安娜突然起到噩耗 自己的丈夫在场吹火中不幸去世 安娜的老公省钱是个富豪 因此请来曾在葬礼的人有很多 可他们都不是真的关心安娜 安娜女女各怀鬼胎准备看安娜的笑话 处理完丈夫的葬礼 安娜父亲想带她回家乡 这样的话生活相对会更容易一些 安娜不想就这样离开 因此拒绝了父亲的好意 可接下来从律师朋友口中了解的一切 却安娜傻了眼 原来丈夫生前的投资失败了 欠下了高达数亿里来的债务 起初安娜还想保险偿还一部分 可不巧的是 丈夫早在半年前就已经解除了保险业务 而且别墅也被抵押 根本无法售卖换钱 现在的安娜除了一栋别墅之外 已经一无所有了 为了赚取必要的生活费 安娜只能来到一家奢侈品店 应聘导购 这里的经理恰好是安娜的闺蜜 经理爽快地答应了安娜的请求 可很快 商店的老板也注意到自己的店里 拖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导购 老板来到安娜面前 借着礼仪的握手 开始扎安娜便宜 安娜宁死不屈 反手就是一记耳光 老板恼羞成了 幸好关键时刻 闺蜜走了过来 安娜虽然逃贵解 但也失去了这份 好不容易得来的工作 为了还债和生存 别墅里凡是能卖的东西 都被安娜卖了个干净 曾经的闺蜜听说后 纷纷赶来看安娜 曾经富丽堂皇的别墅 如今变得萧条不堪 两人不禁的安娜 升起了一次同情 他们把安娜想了一个更好的主意 与其切迈 不如举办一个拍卖会 到了当天 安娜一身黑色礼服 出现在众人眼里 尽管她已经落魄 可在人群中 依旧那么耀眼夺目 可有个女人出于妒忌 表示想要购买安娜 现在身上穿着的这件 为了还债 安娜只得带着女人 走进了更衣室 很快 女人穿上了安娜的 晚礼服走了出来 而安娜却只剩下贴身衣物 尽管这些衣服 每一件都价值不菲 可对于具有的债务来说 也不过是杯水车薪 男人面纷纷看住安娜的窘迫 想要帮安娜 作为自己的老三 第一个出家的人很小气 每个月只肯给十万 这么点钱 安娜自然瞧不上 第二个是地中海老头 也根本无法满足安娜的要求 第三个倒是很大方 刚一见面 就送安娜一条 价值不菲的宝石项链 可当安娜发现 对方将自己的假牙泡在水里 还是忍不住生起一阵恶寒 逃走了 安娜将自己的经历 说给两个闺蜜听 他们都笑得合不拢嘴 而当安娜打开衣柜的时候 却发现了自己 全球限量款的昂贵大衣 在这种落魄的时候 闺蜜的这种做法 让安娜感到心寒 为此她决定 以牙还牙 寡妇为了报复闺蜜 偷自己的限量款大衣 竟然找到了闺蜜的丈夫 将她约到了家里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 就让男人彻底破防 事后 安娜便让男人 将闺蜜偷走了 那件毛皮大衣还回来 否则就向她的妻子告密 闺蜜是个母老虎 作为把耳朵的她 哪敢去偷妻子的东西 只好购买了一件 新的毛皮大衣送给安娜 安娜拿到后 立马穿着毛皮大衣 去了二手市场 卖了个不错的价钱 然而很快 闺蜜就发现了这件事 她气急败坏地 找到安娜家里 要她还钱 看安娜早一了倒 索性提前将钱 全部花了出去 不仅交起了孩子的学费 还预付了一年的房租 甚至 好于钱买了一辆 二手小汽车 闺蜜重卖安娜 使用了baby的手段 作为报复 她告诉安娜一个秘密 原来 她的老公车祸那天 是为了赶去和老三约会 对象 还是个年老色衰的女人 这件事大家都知道 周安娜一个人被蒙在鼓里 安娜原本不信 她找到了那个所谓的老三 原来两人之间 又有三年的感情了 老乡让男人在安娜 和自己之间二选一 丈夫选择了安娜 可不想回家的时候 遭遇了车祸 安娜这才明白 什么所谓的爱都是假的 男人们 不过是探图自己的美貌罢了 她将记录他们幸福的照片 通通打碎 借着丢到马桶冲掉 安娜一气之下 联系到了律师朋友 不然却没有一个想过一辈子 于是 安娜决定用一亿里来作为报名费 让那些基于她美貌的男人 前来抽奖 到时候会选择一个信任 可以独自占有安娜四年的时间 在这期间 安娜完全属于对方 律师表示 这样的话 安娜的谣言 很快就会传遍整个小镇 可为了还债和孩子的抚养费 安娜已经别无选择了 律师知晓安娜的难处 也不再劝说 反而为安娜准备好了一切工作 很快 这个抽奖活动 信了一大批社会名留前来报名 他们虽然不差钱 但一里来也不是个小数目 因此提出 想先艳艳火 安娜只得答应 当他们见识到安娜那性感妩媚的身体以后 所有男人都被俘获了 安娜拍摆自己的消息 很快传了出去 越传越远 就连最后 自己的婆婆也追了过来 她认为安娜的行为不知廉耻 想将孙女接走 毕竟 在她儿子去世后 女儿是唯一能够继承他们家名的人 可安娜却拒绝了 当初他们困难的时候 婆婆就对此不闻不闻 现在想抢走她的女儿 哪有这么容易 安娜回家后 闺蜜二号早已经等在门前 原来她的丈夫也被安娜吸引 想要参加这次抽奖 安娜虽然表示自己会拒绝 可闺蜜二号心里 还是把过错全部推在了安娜身上 认为是安娜磨绍了他们的幸福 因此两人的关系 也至此彻底决裂 这个寡妇决定将自己 以抽奖的方式卖出去 很快 全城有钱的男人都被吸引了过来 他们无不觊觎这个寡妇的美貌 而那些被抢走了丈夫的阔太太们 也发了狠 纷纷跑来参加抽奖 面对阔太太们赤裸裸的威胁 寡妇心里感到一阵害怕 安娜找到律师想终止活动 然而大家已经交了报名费 签了合同 现在已经由不得安娜了 第二天 安娜去见女儿放学的时候 不小心撞倒了一个情人 对方是个年轻的小伙 看到安娜的瞬间 便被她所深深吸引 大威没有关心自己的伤势 反而询问安娜有没有被自己吓到 安娜不禁被戴维逗笑了 她将戴维带回了家 帮她处理伤口 并决定在戴维好起来之前 一直照顾她 戴维风趣幽默 乐观开朗 她的存在给安娜灰暗的生活 带来立谋色彩 然而那关系也越反亲密起来 可安娜现在最需要的是钱 而戴维一看就是个穷小子 但戴维已经深深爱上了安娜 她想要组织安娜身边 那些不怀好一个男人 结果却被对方打得头破血流 戴维疯狂的爱 赶唤了安娜 安娜接受了戴维 可很快 到了抽奖的日子 安娜先与戴维分手 可戴维其实早就已经知道了 安娜准备拍卖自己的事 戴维不打算阻止安娜 但也不愿意与安娜分手 后来戴维早就知道 安娜的抽奖活动是为了钱 才刻意接近的 安娜得知这个真相后 满脸失望的离开了 而另一边 警局里借到匿名举报 有人在非法集资 参加活动的富豪们知道后 纷纷坐立不安 却在一起商量怎么办 很快 安娜也被警察请到了警局 面对警察有关 19张大额支票的质问 安娜从容不迫 她承认了活动的真实性 表示自己丈夫死后 给她留下了大批债务 而那些参加活动的人 都是她丈夫生前的好友 或者商业伙伴 他们同情他们母女俩的生活 这才慈善性的捐款 用来改善他们的生活 之所以偷偷摸摸的 却是为了顾及他们的自尊 警察听完找不出半点毛病 纸都将安娜给放了回去 很快到了开奖的日子 小米村安娜变成了一个破烂的游艇 而这些富豪们 都因为被安娜救过一次 却只好忍气吞声 只是他们到现在也不知道 警察是怎么接到消息的 最后安娜还清了债务 并带着孩子 准备前往另一个城市 开始新的生活 一个单身母亲很难 一个美丽的单身母亲更难 好在安娜用她的智慧 跟那些规予她美貌的男人 好好上了一课 唯一可惜的是 她终究没能收获一份美满的爱情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电影的全部内容 不管你来或不来 娜娜每天都会为你守候